这个案件是我们在这个9月初获取线索以后 发现有一辆这个有一个大理人 他经常驾驶一辆大理牌照的车辆 往这个大理方向走 然后发现这个线索以后 我们感觉这辆车跟这个人 有极大的这个涉嫌运输督品的嫌疑 9月25号我们通过这个工作侦查 发现这个人驾着这辆车 又从这个景洪出发了 准备前往这个大理 我们赶到了现场 然后对这辆车进行了检查 经过检查我们发现这个车的这个后排 后面的这个邮箱经过了改装 我们打开改装的邮箱以后 就发现里面常有大量的这个毒品 车这个这个改装的邮箱里面 一共有48块这个毒品可疑物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称量 有30 32公斤多 经过鉴定这批毒品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马骨 也就是夹击斑病胺的骗剂 冰毒骗剂 一共是32公斤